专达自摆教号作者,笑谈体当林一温和女排运动员要穿紧身服,原来排便有规定,网友,考虑珍舟道,中国男男和男族都差到让球迷们心碎,可令人欣慰的是,女排还是很给力的,特别是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,一举夺冠的女排为国家争快了不少颜面。 不过看到女排运动员们,相信大家都会注意个点,为何女排运动员要穿紧身服呢?原来啊,是排便有规定了。 接下来就给大家说一下,为何女排运动员不能穿宽松的衣服呢? 一、关于阻力原因,都知道如果衣服过于宽松,在跑步的时候阻力就会加大,女排运动员如果衣服过于宽大,则会影响他们的行动速度。 相反的,穿上紧身衣就不会了,他们会更好的行动,以便于接到球。 二、考虑到犯规问题,排球运动。 如果双方定输过程中碰到网,则算犯规,如果女排运动员穿着宽大的衣服,就大大增加了触网的可能性。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时常发生,穿紧身衣无疑是最好的选择,因为它可以把身体完全包裹住。 三、防走光。 我们在看排球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,最常做的动作就是扑倒去就快要跌落的球。 如果此时穿宽松的衣服,很大可能性会走光,这样毕竟是觉效果不好,也不利于保护人的隐私。 于是,就穿起了紧身衣,就算比赛中扑倒就球也不用怕了。 四、更好发挥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。 穿宽松的,衣服很多动作都做不出来,无论是做什么动作都是如此。 在排球运动中,需要跳高,下段,上扑这些动作。 如果穿宽松的衣服,反而会影响他们正常发挥,穿紧身衣就不会了,会让他们舒展开来,四肢彻底释放,增加了赢得比赛的可能性。 五、避免受伤。 其实在女排运动员比赛过程中,他们在防守还有接一拳的时候,会不得不做出一个劈叉的动作。 这劈叉是在仓促中完成的,不会很规范,所以很容易受伤如果穿紧身衣,减少了裤子内侧边延区,对大腿内侧的肌肉和主肌的拉扯,从而降低受伤的几率。 六、为了美观,这点其实也挺重要的,毕竟女排运动员的身材个个都非常棒啊,穿上紧身衣能够很好地展示出她们完美的曲线和身材,谁不喜欢美女呢? 所以啊,穿上紧身衣的女排运动员们,在赛场中灰澡汗水,可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呀。 对于台联规定女排运动员必须穿紧身衣参加比赛这件事儿,网友们纷纷表示,想得真周到,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待的呢? 做个 做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